老大有个审美大佬可以停加强力救人 护肩替我拒了 你要干什么 手指好了 你开车 好好我都答应你你你你现在没伤害我 感谢是我待会我让你哭的长大 让你动 哎呀 哎呀 瑞奇 人家是两位里人鸳鸯 兄弟们 往个地方走走 是 忙了吗 我我会对你放 哎 我呸 你看看 你希望你再离我 我还你会做什么 這天後最相當又是你對我的鼓掌 最密 明天等著 被圍觀上入思維 你們要幹什麼 當然是好事情 教出話那個小傻子有福氣 我又要嫁到豪門秦家的婆婆太太了 阿姨什麼是豪門啊 豪門江家人這是打算把我賣了門去 否則這福氣會捨得留給我 豪門就是能讓你吃飽飯的地方呀 你不必有消息 我到晚停了吃也不會憋的了 呼喚他不是傻子呢 怎麼全家都是傻子 你傻子傻子 教出話 不要臉的東西 大晚上的回來原來是跑去跟野男人鬼混去了 不 三不四的動作學的倒是快的 阿姨阿姨 阿姨 我聽不懂啊 什麼是鬼混 阿姨經常跟男人鬼混亂 你個賤人 信不信我撕了你的腿 你別打我 我打 行了媽 你跟贏的痴呆計較什麼 你個傻子 阿姨下個東西 他身上要是留下疤痕 秦家一定不追究到底 這樁婚事 對我們江家來說百利而無一害 絕不能出任 金哥 你不是來給奶奶找神醫的嗎 怎麼 咱們想笑了 閉嘴 完了 給我找到這個戴耳墜頭 抓住陳教 我 金哥 這畢竟是第一個讓你情緒波動這麼磨呢 我把你拿成眼圍狗啊 對了那個金哥 老夫人之前不是鬧出雙主題嗎 老婆已經給你選好了 就是江家的女兒 人呢 今晚就做了 外界都傳我是殺人不眨眼的怪物 這種情況下 如果女人願意嫁過來 那能選什麼嗎 我也沒想到 江家大小姐看著像一個瘋子玉骨的兵美人 也會為了井翼的彩禮而出現 江家想借著聯姻一步登天 那我就讓她知道知道 什麼叫做 持心妄想 秦家 費心佈置這封房 那也應該還算重視這狀婚事 那我未來的日子 那我未來的日子 你應該會好過些吧 是誰讓你聽我放棄說 是他 那個車上輕薄我的男人 居然是我的新婚丈夫 請不請 糟了 我拔了他的衣服 順了他的平安寇 要是現在被讓你出來 我一定會死得很難看的 說話 你永遠閉上嘴 等等等等等等 有個人讓我在這等我老公的 你就是我老公 你 傻子 出貨才不是傻子呢 我不說了出貨是最聰明的 幾個億的聘理 就忘了你這麼傻子 江家真會算帳 小傻子 你說我現在殺了你江家 會不會給你一仇啊 來過 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這狗男人腦子有病吧 動了就要被嫌我殺人 聽不懂 人屁吧 做什麼人屁娃娃 你有的事時間慢慢想 好啊 我對喜歡玩漂亮 這狗男人 玩真的 呼吸不動 傻子也很害怕 老公 不是要帶出貨去玩娃娃嗎 剛剛猜我呀 讓我好朋友 你怎麼 這狗生生 我 我 我 你放開我 告訴外婆 你欠揮我 這個概念是真正的 還沒聊到你報告 我的 等一下老夫人另發了 老夫人病發嚴重 呼吸衰竭 估計撐不了五分鐘了 可作為生探 十分鐘才能到 如果奶奶出了任何意外 我讓她呸走 我 請你 請你 是賭挺大 你去幫我找人家會 奶奶 我救了你 你以後在秦家 你可得罩著我呀 我救了你 以後在秦家 二十二拿來那你再幹什麼 誰讓你跟進來談呢 什麼時候 老公 不是看這個男男男手 外婆以前是這麼難心 真的這個樣超好的 外婆 你怎麼一樣 是真的老公這個好你的 我來拍我這個好事 你聽傻的說的話嗎 我 我沒騙你 睡覺 他救了好的 我願意教你 呸 這個鄉村野戶也配個奶奶 你來吐血了 海南人 我把這個謀害奶奶的小傻子抓起來 誰敢 我 我的天 我 不 我 他 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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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你 我 我就 我給奶奶餵藥 還祖宗奶奶去死呢 腦子不好 告狀都是很有條路 不說法鬧是什麼 會賬東西 還沒死 不准對你 是一個對手 你是不是也想把我打死啊 奶奶 這個小傻子胡亂給你餵藥 我是關心你啊 慢著 傻子 老婆人 聽說江家還有個心智不全的大女兒 常年被丟在鄉下 估計是為了聯姻 才把她接回來 是個可憐的好孩子 敢在我面前玩提嫁的把戲 江家那時候不想活了 動江家可以 你動粗話不行 粗話乖巧肚子 孫老婆 只要幹什麼粗話 家法處置 請老婆兒接受我 請老婆 奶奶 一個傻子怎麼配信我們請家他們 再說了 萬一他和秦莫姐 連合起來給你下毒怎麼辦 我叫你 然後好好給你檢查一下 注意上 這要是不是不要 这药果然有问题 神医 就是传说中那位 被誉为医学鬼才 能治好老夫人的神医 这瓶身上 还有神医专属的曼陀罗花纹呢 这傻子怎么可能认识神医 你认识神医吗 老公你在说什么 神医是谁 那你刚才喂给奶奶的药 哪来的 是一个老爷爷给我的 他可厉害了呢 而且 他从来都不会说出话说傻子 他也教了出话可不动心 难道 他口中热闻眼 就是我要找的神医 墨基啊 没想到 虽然没有找到神医 却娶了神医的徒弟 也算是缘分 他如果真的是神医的徒弟 怎么可能自己还是个傻子 够了 你这个混账的东西 还要闹到什么时候 你给我滚出去 我不想再看见你 之前我就在找神医的路上 遇到了那个神医女人 她的迷药很厉害 而这个小傻子又拿了神医的药救了奶奶 这样会不会有关联 这小傻子 或许是在撞上 我记得车上的路上 二号的红尺 只要看一眼就能确认 怎么会没用 难不知 真的什么 老师 你真讨厌 真是个 好想好想 刚才来的路上 特别用药区也看见人的 你说 有句话 你刚才说 那个老爷爷教你很多东西 那想必这个药的药方 一定知道 当然了 过来 过去 把药方默写下 一字不拉 看来这死边他依然怀疑你 暴政 我这个写上 我何行 那他是不是 老公可是人家群體濕了 外婆說穿著十一副會生病的 老公捨得說話生了 一定會有醫生 原來都說話不一樣 說話一定希望奶奶的身體健康好起來 可以吧 我的耳墜丟了一支 大概率是被情供給他走了 這兩人踏手山又怎麼處理掉了 老大那個神秘人又嫁嫁了 還說條件任你開 你要不要考慮一下 那人姓什麼 秦莫久之前替奶奶請我我這麼想 是他吧 姓芳 我最近得多發展一番 萬一跟死邊臺似乎也 也有能力看好 那就見一見 是 那我同志對方約在魚欄餐廳 我們很認同 那你能力看好嗎 你能力看好嗎 神秘人 有能力看好嗎 我們去找個藝術 那你能力看好嗎 我不會有心理 你能力看好嗎 沒問題 我會答應 你能力看好嗎 我會答應 我媽媽最近有消息了 我查到 江國濤近年來 每個月都會去一家私人醫院 行蹤還是隱蔽 但是 當有去搜的時候 又找到他 我懷疑是我們可怕不定時 所以是他也被轉軟了 江國濤一向都很精神 他又察覺很正常 關於你外公當年死的 我也查到 說說我跟秦家人有些關係 但我家 秦家 秦家放手太陽我進口去了 外公的死去後秦家 原本嫁入秦家 只是慌想將蝦仁視線的權宜之際 現在看來故事的秦家能助力 找得當你的真相 秦家你也見所賣的 這妹啊 怎麼那麼像你小傻子 江淑華 你怎麼在這兒 你怎麼在這兒 劉阿姨 為什麼你呀 劉女士 這個女人 是有親戒 我們來都進巧了 王總 不如讓舒嬅 陪你喝兩杯 好好好 反正江淑華是個傻子 這下對人玩了也會被告證 誰讓他找到焦燉的經驗 能幫我拿下最限 粗話 王總好心請你吃飯 還快過來 你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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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阿姨 啊 我不想吃飯 我困了 我 你不是要 哎 啊 啊 也不看看你們兩個是什麼貨色啊你 憑我算盡 我還正愁 怎麼把這兩個站起來甩出去 我還不想吃飯 有關 既然你已經送上門了 你就別怪我對你客氣了 魏先生 神醫什麼手道 怎麼是秦莫教的聲音 原來開天假的神明真的是秦莫教 你在外面 你 叫你們放過我 叫你們放過我 我叫叫你們放過我 我可以給你們錢 給多少都行 給多少都行 嗯 耳朵 我還不怕 哪來的 我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剛才被人在包廂打暈了 醒來平安口口耳朵就在旁邊 說的都是實話 我說的都是實話 金哥查到了 這個女人叫人慧 是這老婆的 金哥 你是故意造成江家的人鬥劇多多了 江國刀跟這個鬼跟這個女人 沒所謂的江豬話 十年前江豬話中骨子 這幫人非但不給救治 還把人直接給丟到了鄉下 哎就在剛剛 這個女人還讓江豬話 給這合作商賠稅呢 剛剛 江豬話來過的要不變 難過難過那個傻子 江豬話來過 我剛才就是為了追劈 還沒人就算盡了 傻子絕對沒有人在算盡 一定是江豬話的競爭對手 我已經傻子亂跑 那我以後非得好好收拾你 不該 讓你欺負一個心智不平的人 知道不用了嗎 誰算去誰 這個弟 把這個女人拉出去 打斷兩個人骨骰 不要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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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 警哥 魏先生說 神醫臨時有事來不了 我這邊高漲的平衡 得知江豬話來過餐廳 神醫那邊就立刻取消了建立 這未免也太巧 哎呀 現在出房子的資料那麼多 你是把我根本找不到我 哎 哎 哎 糟了 情報警回來了 完了完了 這要是被抓住 肯定要剁了會狗的 行 老公你乾嘛 就嚇到我了 剛才 你只是累死了 我在你只是帶我來 老公你要不要一起 白天白天也在浴室呢 白天我出貨劉阿姨玩追迷藏了 出貨劉阿姨太笨了 你找到我我都在乎 哎 出貨 弄到傻子了 這兩個東西 眼熟嗎 這個好漂亮我好喜歡的 糟了弄成成了 喜歡平安寇 耳椎就不喜歡了 嗯 這耳椎長得成我不喜歡 但是我覺得他很適合你 你看 這個耳椎 呆在他原本的主人的身上 就很適合你 就是個般配 老公你真討厭 我都說了我不喜歡了 我冷靜 他到現在都真是他 一定沒有成全 小說話 我還真的挺佩服你 死到臨頭還能醉癢 老公你明天躺過來 小說話 的確很聰明 這是我 隨意 有的時候 巧合太多 也是破綻 我要去找奶奶你欺負我 哎 江柱華 當初你暗中算是空洗我 拿了我祖傳平安寇 你還棒 拔了我的衣裳 我臉上寫字種種醉性 你覺得奶奶保德嚇你嗎 你偽裝嫁入傾家 到底意欲何為誰派你來的 你剛才到書房到底在找什麼 阿公說你 你放開我 這死邊的真的要弄死我 我只能暴露身份 你 你以為你知情掩蓋著玩戶的虎智 你就沒騙的過我 我都要看看你能騙你 糟了剛才洗了我充滿個鑰匙 我幫我重新充滿 狗動心去死吧 狗動心去死吧 流氓 啊 你不動 流氓 狗 你不傻了 糟了 糟了 當然不是 外婆說了這話是最透明的 外婆說 你們男生看了你 在男生之後 又是臭幽默 我要去叫外婆 我不要跟臭幽默帶在一起 啊 不是別動 糟糕 要不然這死邊才看到我暗号的紅車 似乎你怎麼吐血啊 老公 老公 老公你吐血了老公 想說話 全世界 只有神醫能去 你知道他在哪兒 對吧 是 我 我真的不知道誰是神醫啊 死變態真的快逛了還不忘試探我 老公 他不是神醫就算他是 我曾經再三威脅過他 他也未必不救 老公滾出去 啊 老公 老公 說話就在這陪你 哪兒也不去 我 我不需要你可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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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你死邊了你 你是搞的 壓正經 吐死我了 告訴你啊 我要不是身為醫生 想眼睜睜的看著你死 你就是屍體了你知道嗎 你死了 四邊以後再寫我我真炸死我 好 謝謝姐 啊 誰 啊 不是 該死的就是你跟我起 你叫你老婆你还难受吗 呀 什么没有 我疼我了 江初华真的不是车上的女人 也不是神医 但昨晚我独发 却比以前缓和的都快 跟他一定有关系 把周医生给我叫过来 是变态 本神医就是不给你看呗 神医 神医生 神医生 啊 秦莫瑾今早叫了一声 下的毒气作用了 去看看 一定要保证 谁也救不了 秦莫瑾 听说 我还有死浪子 你可真是个扫瓦鞋 十五年前克死你 现在连自己都要被克死了 呦 这就急啊 说的可都是实话 我要是像你这么会些 早就没脸活在这世上 我忘了 你本来就是个快死的短命鬼 好看 需要敢扑我 让你诅咒我老公 告诉奶奶去 我呸 小贱人 真以为那是你的保命符吗 因为十五年前那件事 你也可以加进我们秦家 老公 外公就是十五年间死的 秦莫瑾的父母也是 难不成中间有隐情 十五年前 爸妈去世呢 秦阳江家里 难道这其东有什么关联 还不就是 住口 谁嘴 你这陈年老师就不要再提了 正因为是陈年老师 我才好奇 不如大伯 复习家 不重要 没什么好说的 不重要 究竟是不重要 还是大伯心虚 不该说呀 你们这是吵什么呢这是 没什么吧 我们只是听说墨景病了 我们来看看 行了 墨景现在需要静养 你们不要打扰他 墨景 你多喝点汤 补补身体 好好休养啊 新年来 奶奶 为什么秦莫刚才会说 要不是因为十五年前的事情 他就不配家老秦 不啊 你可别听秦莫那个混账婆说 你可是奶奶选中的孙媳婦 那奶奶 十五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他为什么也这么关心十五年前的事 就是这些沉沙漫烂骨子的事了 没什么好提的 你好好休息啊 哎呀 老夫人啊 你给二少当糖药倒错了 二少喝的是 什么药啊 什么 秦也看着秦莫来擦眼泪里面 老夫人啊 这 你还不准备 房晨的糖药精 这 这嘴条杖为什么会开工漫的脸 能不能弄我 我會想的 這ципala 我不是在這吧 我不是在這 我不是在這 這皮裙我不是在這 我只是在那裏 是不在這裏 我也是不在這裏 還是故意的 老公 我不是故意的 你 你不要生氣好不好 你擅自闖進這間房間 還把這裡搞地團糟 你怎麼能不生氣呢你 老公 奶奶說 你要 休養身體 你生氣奶奶會不開心的 這麼害怕奶奶不高興啊 那不如我們要孩子奶奶一定非常開心 什麼 怎麼 我願意嗎 什麼 你出發聽不懂 死變態這是要對我下手 傻子你又不放過 不懂是吧 沒關係我聽 我聽 我聽 你糟了 很想走 老公 你怎麼了 這死變態居然能撞到崔奇妙 你胖胖 不是這樣 他不想聽了 那無故也還沒惹心 啊 老公 你不是說要教洗髮的髮型嗎 我今天就是 哎呀 老公 你的臉好痛 人家裡湯湯湯的 啊 你怎麼樣老公 這個シナイ娘 我 我 這個鬼 before 啊 滾了 我脫了 不是 我 bible我會了我不選了 你放開我放開我 你放開我 我嬉 完了 我還好 老公你怎麼停掉啊 你是誰 讓你甩流嗎 剛才那個事不想說 輩子都當太子嗎你 老公你還好嗎 老公啊老公老公 太難了 你不是要再出貨生吧 我們不知要去哪啊 哎老公 忙完了哈 啊珠華的父親送來的那個 生日晚餐的請吃 你就幫你珠華過去呗 你怎麼會這樣 什麼我呀 木槿喝的不信湯 我孩子 我孩子 哎呀 我會是不行吧 老公哎 啊 啊 哦 every time i see you you 呱呱 眼睛 諸位 接著個良生幾日 現在我宣布 華新集團正式更名為江四集團 我的女兒書葉將成為下一任 起始人 他討厭 華新集團你們是來跟我媽媽用燈火的 你到底要怎麼搶呀 怎麼又冒出來一個繼承人 人家這是發生內縫了呀 這個女人說他是華新集團的 難不成江家霸佔的是別人的產業 話一下諸位 這是我大遠江豬華 小時候他老袋受了傷 所以經常回來 原來是個傻子 外部都會把繼承拳給他傷了 一個傻子 還想跟我們聰慧大方的書葉小姐 撐住繼承拳 真是可笑 老公 他們要搶我媽媽了 快過半個好不好 你想讓我走嗎 小孩不會用這個小傻 幫我把媽媽的東西拿回來 好可怕呢 好可怕呢 我 我感興趣 自己的事情 我又想看看 你面對母親留下的產業力氣 會不會選擇保護誰 我就知道這個死邊 他不會幫助 很好呀 早有準備 不好意思 諸位 讓大家見笑了啊 確實是見笑 諸位 據我所知啊 這華青集團是唐老先生一手創辦 並以自己女兒唐華青的名字命名 所以江總 你是哪來的盤力啊 把屬於前妻公司的繼承權 交給現在清楚的女兒 這是那天接我們健身衣的人 居然是他輾轉 這位先生 唐老爺子和唐華青女士已經去世了 而我的父親 作為唐華青女士生前的配偶 繼承公司是很正常 外界都知道 唐老先生和唐華青女士 十五年前離奇去世 江出化也突然赤上 那我是不是可以合理猜測 這些意外都是你們幹的 江出化的外公和母親 也是十五年前去世 我父母的死江出化外公母親 還有江家和秦家的婚約 十年前到底發生了什麼 我這裡有一份唐老爺子 將華青集團轉讓給我父親的協議 應該夠了吧 你那個是假的 媽媽說 你剛出化前過 準備的倒是挺通通的 這 那你的協議呢 現在不在我身上 我說出化 你不能仗著你腦子不好 就一直撒謊呀 我們江家還丟不起這個人 撒謊丟人的是你 貴老爺子 您怎麼來了 看 網民服役的東西 你不把話 我還從未公開過 你給他一家的事情 出化隨你氣 和你去婚內出軌 現在你老爺子和華青丫頭不在了 小辣們躺下財產 什麼 江總君居然是入贅 你前主妹居哥哥 一個上門入贅的女婿 還惦記人家家產 是不是狼心狗肺嗎 華青集團 不是轉到我的名下了嗎 華青丫頭去世前 就輕鬆將華青集團轉讓給他出化 協議就放開了 你們拿著一份偽造的協議 你敢搶輸 出化 我怕當天淺嗎 江出化這個小廚 我早跟家伐 我怎麼感覺江出化 這幾天好像不太對勁 他的吃傻 軟得好了 當年的藥是我親手下的 活著都算他命大 不可能治好 紅華青集團本來應該是我女兒 舒悅的才對 現在比這個小賤人槍走 我們江家的名聲都讓他給毀了 現在最重要的是 把公司的股份給拿回來 等過幾天 大家把這事都給忘了 我就把江出化單獨約出來 逼他牽走 老大 恭喜你成功把唐阿姨的公司躲落 剛才江家仁的那個表情 真的是太潔淨了 沒有華青集團江家仁肯定做不出 這樣子一定有廚藝進的下落 不然今天多謝你了 哎呀好說 哎不過老大 我總覺得今天琴墨鏡看我的眼神怪怪 琴墨鏡 我走了 哎老大等等我 為老先生 為老先生 今天感謝您替我這七祖出化學位啊 我跟出化的外公啊是故家 出化要從小命苦 我能做的 也只有這些 能取到出化 是一性 之前出化還有神醫的藥 神醫之名藥 未老爺子才經重點和神醫救治國 又跟江出化相識 如果江出化是神 他一定知情 媽媽媽 出化 哈哈哈哈 林先生 又見面了 哎 您剛剛這種爺爺聊什麼呢 未妙 是未老先生 剛才這老爺子 聊力不通於神醫的事 不不 不打算說點什麼 老公想我說什麼呀 糟了 死變態恐怕已經知道我的身份了 難道 秦莫錦不知道出化是裝傻 更不知道出化是神醫 秦先生跟我說 出化用神醫的藥救他奶奶啊 所以特意找我簽個線 想感謝一下神醫 我老公一直在找神醫呢 我爺爺 你可得幫幫我老公呀 原來清末的是在這兒嗎 爸 我跟誰說 今天青霞宴會上 真出化的小傻子 居然獲得了華青集團的進程權 他欺負情 真如我們情家產業的助力又多美責 死在外面 我們來看 好 你吃吧 起不起 不吃下了我一口 啊 起不起 滚 老公老公哎 老公你流了好多血 起不起你流了好多血 你没事吧 我我没事 你干嘛给我挡挡挡挡 你死了怎么办 舒嬅哪也不去 就在这陪着你 你就吓到我老公 我才知道 恐是 大概 是觉得没有你这个小傻子在一旁 日子无聊吧 不是 我还在这家家家翁 咱又有从 看到老公 是便宜 但是呢 要不然 我还在这个小傻子 想想想想要 我还在这家家里 就是我的小傻子 来 wissen 这就是我的小傻子 可能 我等下你 我等下我 我好像不想要請我請繼續查嗎 老公 你不覺得奶奶剛才很奇怪的嗎 你女氣操心奶奶 倒不如操心操心你老公 洗澡 不不不我不會洗澡的 要不還是算了 不會就學 我要睡覺的我不行 啊 難死我再不走就來不及了 去哪啊 外婆說 來你這是無親的哦 外婆也沒跟你說過什麼叫非理人師 我我我我 我先問他 啊 我不要 你 吃 你 吃 你 我 你 with you forever baby 啊啊啊啊啊 這死變態 身材 夠了嗎 哥哥哥 這不是 醫生給傷後 怎麼了 習慣了 過來 擦身 哦 老公 你這身上 怎麼這麼多傷口啊 看來這死變態以前過得很奇惨呢 我的事 不管就不管 你怎麼這麼多傷口啊 啊 啊 我不是這麼多 不能吵我了 人家 我 我 最痛 吧 兩碗子 那一碗子 兩碗子 手腳大碗子 果然沒有 看來是我小子 老公你真的好笑 我不要跟你玩了 我以後的藥匙遇水三分鐘後就會失省 還好嗎 雖然你人挺高 你剛剛看著在你就受傷的份上 我就大發慈悲的替你解了毒吧 睡覺 怎麼會 明明沒有毒發 難道只是做夢 你這個變態 你你還會做夢呢 爸爸 你醒醒你別摔了 你根本不想不想 我真的愛你 你這個音樂 我愛你 我愛你 你愛你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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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龙醒醒醒醒醒 啊 小龙 你醒了 你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吗 刚才你一直都在这吧 是啊 我一直在这呢 我见到你 你刚才听你了什么事的了什么 不准说出去 老公 你这样有好心吗 小树花你 这样就不会做我梦了 树花会一直陪着你呢睡吧 小树花 不要以为 你这种手动好好 你这种笨呢 好像很久没有感受过 我只做了我这个小小 奶奶 老公昨天晚上做了梦了 可痛苦可痛苦了 梦公 还一直喊着爸爸妈妈 这是为什么呀 是琴家 对不起墨井 为什么对不起啊 都是些陈年旧事 还是不提的好 初华 墨井呢 从小受了不少的苦 他的性格呀 看起来冷漠 其实啊 他是很重情义的 你们是夫妻 奶奶希望啊 你对他好点 让他别那么苦啊 奶奶 您就放心吧 我肯定会对老公 很好的 很好很好的 看来琴墨井父母的死 绝对不是意外那么简单 正好 我想去看看墨井 你陪我一起去吧 管家墨井现在在哪啊 锦绍好像 去了地下室 金墨井 你心间中 原来的我又死了 我真的给我放过去 我就走不去 我敢说吗 你们都是在干什么 琴墨井玩的够花呀 看来他对我 还是挺仁慈 羞赏就怎么管 见一遍学习成功 害怕 奶奶奶奶奶奶你快救救我 把他杀了我 你 琴墨井 你敢对你大哥像这样的助手 你是不是想把我里头的回家 死了 今天把人杀了 就是琴墨 这个 就是琴墨联系 话 好啊你 原来是你这个待会的 他 他没 琴墨 哪呢 放弃 琴墨 现在还好好的 他没死 你们真的要杀了我呢 放弃 你这确实过分了 琴墨要杀我 反击啊 我叫你大哥有错 你也不能这样总打他呀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暴力虚心的样子 你还像个正常的吗 琴奶奶平时不是对琴墨井很好吗 为什么会突然说这么过分的话 哎 那如果昨天晚上死的是我 算我活该 奶奶不是这个意思 你和琴墨是兄弟 你们应该和平相处 你已经教训过他了 这件事啊 就死打住吧 这件事啊 你 你是要气死我吗 哎 那个畜生 本来就是我们秦家养的一条狗 你养都是野种 定嘴 你 你居然为了那个畜生打我 我记得 以后这句话 不许再说 我 你 就是咱们秦家的孩子 他是你的亲弟弟 你要善待他 奶奶 你别忘了 连你这条命 都是墨井给的 你这个时候 怕我吗 也对 任何人见到这么血血的成员 都会害怕 害怕就赶紧滚 别在我面前 老公 你伤口裂开了 疼不疼 刚刚我差点打死琴 你不害怕吗 可明明是他想动手的 他是大坏蛋 就应该受到惩罚 老公 不管别人怎么想 出发都会永远站在你这边的 老公 不管别人怎么想 出发都会永远站在你这边的 江初华 记得你今天说的话 如果被我发现你骗我 我一定活剥了你的皮 江初华 不管你是真心还是假意 你都必须留在我身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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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哎 我要幫我辦這事 你住後 我要以神醫的身份去清磨酒 哥天大的好消息 可以開一個上門問診的活動 我搶到了唯一一個預約名額 這個你攝像頭終於可以解了 預約在什麼時候就在下轉 安排一下 我們剛好 給麥克 警哥 老夫人的病情已经控制住了 只要细心调养就好 你不一样啊 你在大王家就会死的 按我说的做 好 讲 讲出话呢 喂 周啊你一个人回来一趟 我也是你照理 哦 江家人这是又要耍什么花招 你继续你还知道回来呀啊 爸爸 不是你让我 罗塔 你跟这脑子不好的傻子 费什么花呀小杰人又过来 过来 疼的呀 你现在马上给我把这份公司股份 转让协议签了 要不是你 华清集团应该是我女儿 舒悦的才对 你是个什么东西 也赔给舒悦抢 我还是找我 才不签呢 你公司本来就是外公和妈妈 留给我的 有强盗 我不要脸的抢天的东西 小杰人 你敢骂我们 江珠花 你就是个傻子 你也没有能力管理公司啊 你也不想花旗集团 在你手中给白光吧 你们都是坏人 我被奔外国和妈妈留给我的东西 哇 就算是争了 也不会给你们的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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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哎 妈狗拉 真是要反了天了 江国套 给我好好教训这个小傻子 你们要是敢打我 我 我就跟他闹空去 竟然拿秦莫锦来压我 你算秦莫锦来了 抓人来打碎 谁打碎谁 那我倒要看看 江先生 怎么打死我的妻子的 老公 老公 你你总算来了 他们刚才强迫我 让我把花旗集团转给他们 你说还说要打死我了 我 我害怕 啊 学长 这事情 不是理想的那个 你肯定有什么认为 江先生 是觉得我聋了 听不清楚你刚才说的话是吗 金少 我姐姐脑子不好使的 你知道 他有的时候难免胡音乱语 那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啊 我秦莫锦的妻子 能得了你来论断唱 秦莫锦 这里是江家 并不豪然 闯入江家发野 是不是 肚子太过分 你们现在能活着站在我们面前 什么 你 我最后再警告一遍 以后你们江家 再出现在初华面前 对他有半分不痛快 你 你 你 可真 我 我气人太深 真是气人太深 小小姐 小小姐 妈妈 你放这 这件事 我一个人酸的 江家人经常不欺负 他们这个做什么 他们经常不给我东西吃的 还打我骂我我很讨厌他们 但是我又不敢扶 我怕外婆会难过 所以每次 我都跑到外公给我种的大树底下 跟我外公告证 你乖一点江家的丑 我是你 我的小傻子只有我能欺负 老公你这是 在哄我开心吗 你想多了这两天表现不错 是奖励 他呸 他奖励他以为逗狗呢 不过 这死变态刚独发完就跑了给我撑腰 好像也没那么讨厌了是吧 至于江家 这死变态 是手给你的地方 先生 我能发过来进门片 啊 你既然背著我勾搭別的男人啊我沒有 老公我真的沒有沒有啊 把你的醜醜勒索五千萬了 不是的郭涛 我那天也是被江家的競爭對手給鑽進了 我是清白的 爸 媽是絕對不背叛你 這一定是競爭對手的圈套啊 現在最重要的是湊齊就五千萬了 我們江家不一定在掃手別的打擊了啊 這江春花 那見人有人罩著 我根本騙不過來 江春花你沒騙不過來 他還有個外婆嗎 心傻是跟那種東西相依為命 跟你聽他的 這件事情交給我來辦 你要是辦不好 我饒不了你 這個結婚這麼久了 大小你的智障 這就是她進入去 你家都好 learn 森子 이건等人 吃飯 這也是 我什么时候才能抱着虫孙子呀 从今天开始啊 你们俩呀 要得每天喝补汤 直到兔花的肚子 还想为止 你 老公你干什么 老公你干什么 老公你干什么呀 叫我 老公你要我叫什么呀出发天赋的 哦 老公 你叫人家怎么叫呗 反正你现在不行 我对外人生又是个傻子 就算有主意 丢脸也不是 老公 老公 哎 哎 你都知道 出会这么好的性格呀 你更喜欢 现在看他们感情这么好 啊 我呀 那是放心了 老夫人 你这样偷听二十五二十百 好不太好吧 哪有不好 你看我这老胳膊老腿的 我容易吗 我这还不是为了我呢 即将到来的重孙子 做努力啊 老公奶奶好像 已经走了 这男子路不是更好 更没人打扰咱们了 我 老公 你现在还说话 我是老婆的有心 你来呀 死变态 对着眼 谁松谁是狗 你做梦 我不会给你任何占便宜机会的 而流氓谁占谁便宜啊 吃亏的明明是我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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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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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為什麼沒洗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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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老公 他明明沒有毒發呀 為什麼現在看上去 四個毒發是一樣的困惑 老公你別怕我去叫醫生 你別怕 別怕 說話 為什麼每次發病的時候 是要靠近他 你最後覺得好說很多 老公 到底是誰定下的毒啊 你對這個問題 很關心你 當然啊 要是讓我知道 誰這麼欺負你 讓你這麼痛苦 我 我一定會偷偷給他下癢癢的 要到我傷口了 七年 哎 剛才倒是人家的時候怎麼不這麼說了 可是要聽說 他都不肯息 距離 你怎麼可是 說話 你怎麼跟莫敬過得怎麼樣啊 開心嗎 奶奶 終於走了 是奶奶 說話 他 他 reload 不好就不然再追追問了 呦呦你瞧瞧 這剛你結婚呢就知道疼人了 他哪裡是疼人呀 分明是擔心自己不行的事情的 老大不好了你外婆失蹤了 老大不好了你外婆失蹤了 這咋了 老哥我外婆失蹤了我要去找他 你是不是去哪兒啊 老實說一定跟大家有關 你自己是個什麼 我我不知道 我出話找來過了我 你可想辦法幫幫說話呀 想知道你外婆在就一個人過來 小賤人來的還挺快的 不知道我外婆在哪兒啊 我 我就知道 這個小賤人跟他老東西相依為命多年 定會眼巴巴的過來 小賤人 要是想讓這老東西活著 就趕緊在協議上簽字 否則 殺了 你們不要傷害外婆 小賤人你 你撒什麼 當然是能讓你乖乖聽話的藥 不漫服威脅 就你以為 這種能操控心智並且能讓人失去等人 自己的藥就是 過來 跪下 一 小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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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唐晨十五年前到底是被誰害死的 是 琴家人 你當年到底達成了什麼樣的心 琴墨鏡的父母雙亂又是怎麼回事說 琴 小賤 琴 要不怎麼有些實現的問題 太過隱蔽會讓重度折有防備 一會兒快醒了 把我媽藏藏了我媽的 小賤 老大 琴墨鏡馬上就要找到你那邊了 該死你 怎麼偏偏在最關鍵的時候 不行 我現在還是不能在琴墨鏡面前幫忙 柳阿姨 幹嘛給我跪下呀 我怎麼會給這個賤人跪下 我是衝鋒了不成 少廢話 擔心在協議上簽字 不不行 我絕對不會把媽媽的東西給你的 看你是不見棺材薄落了 錦繡 啊啊啊啊啊啊啊 沒事吧 我沒事老公 我就知道你一定會來接我的 看來江家 並沒忘了警告放在眼裡啊 金莎好 我我我是一時糊塗 我我我剛才就是跟豬瓦開個玩笑 好啊 那我也準備跟開個玩笑 啊啊啊啊不要不要緊張高層 就是這隻手要刪出話巴掌的對吧 撥下來為狗 不要不要緊張 不要不要不要緊張 快救救你快救你 哎哎哎 講出話 我不是你過來問家等的嗎 誰讓你過來 死變態這是在關心我嗎 是劉阿姨讓我一個人過來的 他說我要是不過來 他們就打外婆 你面對劉慧和那麼多毛病 點兒傷都沒有 一個傻子 能在這麼危險的情況下 周旋這麼久 比我簽協議 你不願意他們就罵我了 這樣 然後 他們要打我的時候老公你就來嘍 就這麼簡單 老公 你好歹 你是出外的豬心我喜歡你 再說一遍 此便他還上癮了 你是出外的豬心 我喜歡你 講這話 你說的這些話 幾分真心是 還請哎 講出話 外婆 您今天可真嚇死我了 好在我老公啊其實救了您 吉少 今天真是麻煩你了 吐花是我的妻子 他的事自然要管 我老了 以後不住出話了 以後啊 出話還要多多拜託你了 外婆 我懷疑外公的死 跟秦家有關 堂家和秦家以前並沒有接觸 但是自從張國濤 霸佔了華青集團以後 簽下了幾筆來歷不明的大訂單 我外公和秦木槿的父母 都死於15年前 看來想調查外公的死 得先從秦木槿父母查起了 出話 我看秦木槿 還不知道你是假裝刺傷 我怕 我萬一你被發現 我已經吵到了 當年你父母車禍當天 經過桌確實出現了 不過 原來太久 已經給我這個節目 繼續吵 哎對對了京哥 たい 你對你家那個小傻子挺傷心的 又是幫他轉歸的頭 又是幫他轉歸的 爹 也是出話的福星 我喜歡你 你覺得可能 我是看他是個傻子 都怕娃娃 嘿 四變態可男人 虧我還覺得你最近像個啥呢 原來是留著我兜花 等我找到了媽媽報仇 非要帶著外婆和媽媽離你遠遠的 怎麼了經哥 你怎麼會這樣 你的手好疼 救出我這個小僵人 我走我又殺了他 閉嘴 讓你去威脅江屬化 你非但沒讓他帶股份轉讓行一趟 妻子 外婆這個愁罷也丟了 一點小事都辦不好 你怎麼會有這麼廢的東西 爸 奶奶 現在不是追究責任的時候 江出化有秦莫警護著 這條路行不通 我們只能去找 聽說 秦莫警最近一直調查當年真相 還喝當年的事情 有一些瓜葛 那就利用彈花青 逼迫江出化交出公司 然後將他們母女倆 一起結束 除了 只有死 才不會暴露秘密 我去敗 這一次 不然 放棄搜狗 哎我今天要一個人睡 綠隊 當然是因為姑奶奶 現在不想看見你這個渣男 電視機上說了 男生女生是不可以在一起睡覺的 對家耍流氓 咱倆是夫妻 睡在一起合理和好 我們就 哎你今天鬧什麼脾氣啊你 你跟我說實話 今天你在醫院 是不是聽到什麼 我聽到你說我腦子不好 有這個樣子都不敢 騙你 一句細言罷了 而且 本身就是個小傻子 說話才不是傻子呢 說話最討厭別人說我是傻子的 反正我討厭你 你還不是傻子呢 說話最討厭別人說我是傻子的 再也不喜歡你了 你允許你說不喜歡我 沒聲音聽見的小傻子說我討厭 我心裡會這麼難帥 真是那麼生氣啊 什麼 你再說一遍 死變態給我道歉他吃錯樣了 已經說過了 而且剛剛你也已經聽到了 嗯 電視上說 道歉要新成 老公 你心不成功 養豬花 啊好了好了好了 那我就免費其拿的原諒你呢 看在你給我道歉的份上 我就繼續幫你解讀嘍 老大 曾家人那邊 又行動了 也是時候 跟叔叔 要 這不是當年的唐大小姐嗎 怎麼現在變得這麼狼狽 連街邊要飯的氣幹都不如 你們那個助手江國濤 當年害死我父親 霸佔我唐家產業 你把我囚禁 折磨十斤 你就不怕下地獄嗎 你給我閉嘴 我跟郭桃才是青梅竹馬的一對 要不是你們唐家有錢 你也賠嫁給他 是你占了原本屬於我的位置 我和郭桃 占了我女兒輸月的位置 我學你侮辱我的春花 你侮辱的 我得不我 十年前被給你了 現在 現在成了一個傻子 不过这也怨不得我 谁让他是从你肚子里拔出来的剑种 你竟敢伤害我的初华 我要杀了你 我警告你 马上把江初华手里花金集团的股份 转绕过来 不我弄死你们母子让你们在地狱里团聚 我倒想看看你打算怎么弄死我 江初华你怎么找到这来的 我这当然是要感谢你的代路 真话 真话 你真话 一个傻子 正在找到这里还有什么 既然你自己动上门 不必问我我客气 刘慧 扔到你的狗眼给我看清楚了 你自己更加一个傻子 施杀正好 你走了 你 对 你一直在装杀 你骗我吗 是又如何 这么说 你是故意在我女儿即将继承华琴集团当天闹事 天在餐厅里有阴摩 挖了我衣服的人也是你 小畜生 你居然这么刷我 要怪只能怪你自己 不敢被我刷的团团转 贱人 贱人 被我抓住他们 朱花 妈妈在这 妈妈保护你 啊 啊 被你抓住 被你抓住 我可以 我也可以 是 我都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 我 你平安 我的手 躲下来 江叔 江叔 你哥 你做什么事了你哥 你立刻去查流回的密集 好 马上快去啊 不允许你有事 不可能 你的身手怎么这么好 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好 刘慧 你记得我妈妈虐待我多年 这些债是时候该缓清楚了 这些债是时候 我记得是时候 啊 啊 我的沙头冒的 我记得 你记得 给我几条 给我几条 你放心 这种药不会是死 它会让你死 我记得你 想念一下 就告诉我当年你们到底怎么猛猛害死我外公的 你做梦 就是死也不会告诉你 笑出什么 我要杀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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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 完了 他不都看见了 老公你怎么来了 我肉不来 怎么能看到这么精彩呢 不是 老公你在说什么呀 抢出话 事到如今你还在演戏 却撞风卖傻混入我亲家混到我身边 真的我不糊弄我 老公 你先冷静一下好不好 冷静什么 等冷静下来 继续等你偏瞎话骗我是吗 最恨的就是欺骗 老公我 最后再问你一遍 中风卖傻加入秦家混到我身边 我的一遇何为 讲出话 你去死吧 这张嘴里说出来的话 有几分是真的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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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出来好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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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能够活着看到你已经很开心了 这十五年 我们一直在想 我们出话 会长成什么模样呢 哎真好 出话长大了 妈 妈 对不起 都怪我 这么多年才找到你 当年关于外公的事 你还记得多少 江古涛 是跟秦家人 合作害了你们吗 江古涛来折磨我的伤 说漏了 说漏了嘴过 他说是秦志远跟他合作 听说是江古涛 帮秦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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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帮他 对付我们躺起来 帮秦志远 你安心养伤 这笔债 我来逃 我的竹花长大了 竹花 围公的处虽然要报 但是你的安全更重要 知道吗 嗯 为什么看着小片子哭得这么惨 我一点火烙气都没有 我甚至 我 不舍得他表演 老公 怎么着 我 江小姐 现在没有人打扰我们呢 我之前发现那个问题 他 晚上加入秦家 与何为啊 不管你信不信 我下到现在没有任何的阴谋 也不是故意隐瞒你的 我只是想知道十五年前 我还跟我死 我的真相 我至少 我 我至少 我至少 说话经历晚回来说 神医气难道 治好了他的吃啥 莫综松子肯定不远了 啊 这上面 叫他 我 去 我不要 啊 啊 你怎么打扰 你想着救 啊 啊 啊 人走了 你请 起来 啊 啊 啊 我给你电话响我 电话响我 有事说 经哥 你怎么突然间这么大火气啊 月球不满 再多说一句废话我堕碎了你 开个玩笑吗 经哥 东西已经给你准备好了都 跟我去个地方 哎 你大晚上 带我来墓地啊 这这是准备 杀杀了我究竟埋了 啊 哎 你说 那我 这个思想的 我去 爸爸 爸爸你覺得你別人睡了 哈哈 真行 一直都有劇場真行的下 再給我爆出血汗 容易 最近我找到一些蛛丝麻吉 是谁 姜国陶 这么说来 你父母的死 和我外公的死确实有瓜葛 我母亲说过 是姜国陶害死了外公 跟他合谋的人 就是你大伯秦之缘 果然是那个畜生 姜国陶 既然我们的敌人是一致的 合作吧 合作可 是你给回答我合作的意思 你也希望把你知道车上的 是你不是 什么车上的女人 我怎么听不懂啊 该死我 秦莫京怎么还救出这点不放呀 要是我现在承认 他一定会堕落我吧 不行不行 这个妈家 我死都不能暴露 你不是神医 我当然不是了 姜出话 你保证你不骗 而且你骗我的话 我哎呀你一定把我批拨了活拨了 相信现在我知道了 原来 这 我批拨了 就给自己家家衣裳 没吃 我的 我 叫老公 老公 請問我們可以開始合作了嗎 確實目標 只是第一步 說到底 我們並沒有實質性的證據 沒想一個辦法 讓他們再次良好起來 我有一樣東西 或許可以派上用場 把他 啊 啊 金鑊瓜這個小賤人 就讓他把照片拔到網上去 我要殺了他 我要殺了他 啊 閉嘴吧 恭喜和唐華青 兩個這麼好的手嗎 你給我弄丟了 我怎麼缺你那個蠢物 你怎麼能這麼說我 我做的這一切都是為了你啊 光景 光景誰能想到那個小賤人 江初華這麼有心情 撞風賣殺這麼多年 我們全家都讓他給殺了 爸 媽說的也有道理啊 啊 江初華裝傻蒙蔽我們這麼多年 可見他心機深沉 要是被他發現十五年前那件事 我們江家 一定會有大麻煩 哼 我看還是找秦先生去商量一下對策 我考慮一下 是 江初華 顧彤 思雨 你說你爸爸怎麼能這麼對我 居然還要跟我離婚 過這麼多年跟著他容易嗎我 媽 知道你難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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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裡是想著媽媽的 媽 你為了我能犧牲多少 我為了你 當然什麼都願意犧牲 保護生命嗎 屬於 你為了我能犧牲多少 我為了你 你什麼意思 媽 你現在就是個殘廢 醜聞滿天飛 你活著 只會影響我懂 倒不如用你這條命 最後再幫我一次 你放心 我一定會感謝你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江蘇嬅 你個心狠手辣的小兆手 竟然敢毒殺你擊補 他們打死你 江家人真真大膽 當著我的面動我的親子 情傷 你可不要被我姐姐給騙了 她先是強行裝傻這麼多年 後來又強行給我母親掛下毒藥害死了她 她就是個少爺小手 哎江蘇嬅 你不是說我殺了你女子牛慧 證據呢 這就是證據 江蘇嬅 你從小就狼子野心 霸占了公司 撿走了你父親 多次辱罵我和你妹妹 現在又殺害了你繼母 真的養了你 這麼個槍出場 閉嘴吧老太婆 傷我自己兩人缺金了 江家對我沒有養 只有抹殺 大家都看到了吧 我姐姐平時都是這麼欺辱我們江家人的 哎呀 這個女人簡直心狠手賴呀 連自己親爸都敢罵 我殺人犯還這麼強狂 無法貼大雷鼻呀 給我閉上嘴 怎麼景少 你是想以前壓人掩蓋江豬華山是實嗎 話別說的太早了 我確實跟劉慧下過藥 但是那種量並不知情 我懷疑 劉慧的死定有欺負 我要調查他曾呆過病狂的天空 你明知道江湖早就被銷毀了 所以故意怎麼說 嗯 你們設計的免權免喊 不要說話 現在人這物證都居在 我這個做父親的卻要欺體蒙護 我打死你敢 今天是敢動我妻子一下 橫著出去 秦波瑾 放肆 現在江湖華殺人已是事實 秦家 容不下一個殺人犯做媳婦 趕緊在那裡 讓她滾 如若故 那你 就和她一起滾 想清楚啊 從今以後 秦家的東西再跟你沒有半分錢的戰爭 我滾出秦家 失去所有集成群 秦家那點家頂 那可就全便宜你了 你這是什麼意思啊 我是為你好 為秦家好啊 哎呦大伯 您這麼匆忙的趕過來 都不聽我辯解的 你口句要定我殺人 還有欠名 欠名我老公的 很難不讓人懷疑 你就是跟江家串通好了的 閉嘴 閉嘴 你這個殺人犯 你有什麼資格來治我骨啊 呸 不過我不是殺人犯呢 監控都沒了 你當然不會承認 你們真以為沒了監控 我就自證不了 這個 白了是嗎 反正該掉的我已經上鋪了 不如我就暴露神秘的身份 掩飾自證 誰說我們拿不出監控啊 這是劉慧生前在醫院中恢復的監控畫面 不可能 不可能 竟然心中傷了你的母親 你們江家人 果然是一脈相承的冷卻無情了 天哪 江叔月平時看著文靜大方 沒想到心思這麼狠 殺掉自己母親 嫁禍姐姐 就是像這樣的蛇仙女人 這樣一看我覺得 江心月比不上江心話 你 這口一定是假的 假的 那就報警來驗一驗吧 嗯 不要 這什麼 江叔月 你剛才誣陷我的可不是這副嘴臉 既然你那麼想讓我進去 倒不如你自己去試試 哎呦 出發了 剛才是奶奶衝動了 這件事情一定有誤會 好歹 你和舒玥是姐妹 何苦感情殺絕呢 嗯 我可沒有這樣一個傷害呢 對不起了奶奶 我不能不能再把你隱瞞了 是你 是你逼著我害死了我的母親 我拒絕過 但是你用性命逼迫我 我是逼不得已 你在說什麼 我聽話在他付出要迫送的江家 就是當家為一個血脈 我活著 才會翻牌 好 我想講 對你這樣的孫兒 真是了不起呀 沒錯 是我 立刻出院 殺死的劉慧 然後 再嫁禍給你講述話在個小吐聲的 目前這個局面 買密碼 那是什麼意思啊 大佛這麼著急對付我 不就是怕我查出當年父母的死因嗎 你爸是我弟弟 你胡說八道什麼呀 我根本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現在能確認 他就是十五年間以江國潮 文化害死你父母後要的女人 這次來 就是要學點認證 就能我 用事 說話呀 才剛製好了痴殺病症 我下午也要去看看神醫 最近家裡的洗事啊 越來越多 哎對了 我還讓人呢 給神醫準備了禮物 我現在 你吃吧吧 奶奶你慢點 您怎麼收到的 想什么呢 自然和秦莫景已经是合作关系了 倒不如把神医这层身份透露给他 请方便我再来解读 秦莫景 其实我就是那天 算了 等下午去玉兰餐厅 再悄悄给他个惊喜 你不做 来说啊 去哪啊马上就健身医了哦 我我临时有点事 你们先去吧我走啊 哎你京哥 咱们该出发了 要迟到时间又该跑了 不行走 你是不是不好意思 说我们有管住我们家小孩啊 没事 啊 啊 糟了這個炎量是可以洗掉的 用手泡半個小時後 用水素半個小時就掉了 三個小時 半個小時我還有十分 那麼快醒不見前面了 我 沒事沒事沒事 不行我絕對不能 你這麼狼狽的面貌見他呀 哎維洋 那個 你幫我跟秦江說一下 秦哥 威賢說神醫臨時有事來不了啊 來不了啊 不過神醫說可以通過視頻的方式 線上探討 神醫是 受了傷 神醫可以開始了嗎 可以了 這個聲音 沒有熟悉 神醫 請老夫人只要按照 否則方條理的 一個月子可確認 多謝神醫 這位秦先生 應該是 深重距離 神醫的意思是 我身上的毒 能解 神醫 太棒了 金哥 按照神醫所開的要光 只要兩個月 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樣見他了 沒想到 沒想到有朝一日 我能從地獄裡突生 沒想到 神醫是個年輕女人 那當初 也出話送尿的那個老爺爺 大概 也只是跟神醫 偶然相識 這該死的畜生 怎麼這麼好命 神醫都能被他找到 要是他能解了身上的毒 我們就更難對付他 要他的病好治療案 想把他把他趕出去 至極 老公 怎麼這麼久才會 你脖子上這個傷 跟神醫的傷痕 幾乎一致 就是剛才回來的路上 救了個跌倒的小孩 被他划傷了吧 威脅說 神醫臨時有事來不了了 那第二句話 你就不好奇 今天我面見神醫的結果嗎 神醫怎麼說呀 神醫說我身上的毒 能解 恭喜你青墨鏡 你要脫離苦海嘍 不過 神醫今天 把面見會整改成視頻會整 而且巧合的是 神醫脖子上的傷 跟你這條傷痕 你一模一樣 聽話 就沒有聲音要動你手 糟了 沒想到青墨鏡眼睛賺了錢 我 要不是路上發生意外 我早就把聲音搞給他了 不如看最重要 前墨鏡 其實我就 我現在馬上過去 哎 出什麼事了 老大 你看新聞了嗎 秦氏集團多個工程都出了問題 秦墨鏡 經你首天的傾向 我現在全部出現了重大疲惡 給公司造成了上億的損失 就不該給大家一個交代嗎 結果出來之前 就著急懵惑過來質問了 就是哎放屁 秦墨鏡 我告訴你 你不過就是我們秦家養的一條狗吧 還真以為能夠在秦氏當一輩子主人嗎 你把嘴給我閉上 前幾年秦氏集團經歷重大危機 如果不是我井哥立挽狂瀾的話 你現在可能還不知道在哪個地方要犯 我還能輪到你一種混吃等死的廢物在這裡 告訴你 你 夠了 我井哥 今時不通往之 不錯 之前 以世衛秦氏做過一些工夫 但現在的重大損失也是你造成的 你應該承擔責任 你就不配在那秦氏集團總裁的這個位置上了 你們也是這麼想的 這次公司損失很大 這次公司損失很大 負面新聞滿天飛啊 的確是你的時間 我同意罷免秦莫敬 否則不足以平息重路啊 秦莫敬啊 公司股東全票通過 我爸 還不敢經過 那就希望你們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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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會兒就好 秦莫敬 你還好嗎 說話 我現在不是秦氏總裁嗎 是不是都沒有 不是的秦莫敬 你還有我 我會一直陪著你的 多久 一輩子嗎 一輩子嗎 我好像真的想要答應他 陪在他身邊一輩子 難道 我打過秦莫敬電話就著急跑過來 是因為我喜歡上了他 為什麼不回答 是不願意 所以 連一句敷衍我的話 都不用你說嗎 秦莫敬 我 我現在 我想知道 那你去個地方 老公 這個是我的幸運樹 從小到大我所有的秘密 都會跑來跟他講 哎每次 我都跑不到 外公給我種的大樹底下 跟我外公告證 這就是你上次在江家受欺負以後 跟我提過 你外公給你種的那顆 我當時就是隨口一提 沒想到 你竟然接到了現在 對我來說 沒遺忘 才是最難的 我出生那年 雷雷急症差點死掉 外公就為我種下一棵樹 說 能保佑我一生幸運 現在 我把我的幸運分一半給你 出貨 愣著幹嘛 快許願呀 很靈的 過我的聲音啊 請欣聽我的禱告 我希望 請墨井此後餘生 平安順遂 遠離病痛苦難 人生只剩下幸福 歡愚 我前半生 只見地獄 不信神力 但今天我願意相信一次 過我的神力 若我能聽到我的禱告 我希望 江初化餘生 平安順遂 我希望我所至愛的這束光 能真的永遠留在我身邊 是 江初化 怎麼只有你一個人啊 秦墨井呢 哦 他是不是覺得自己都沒臉 回著秦家了 你要是再敢侮辱老子一去 我就讓你這輩子都只能閉嘴 你倒是挺維護他的 不過之前 裝傻子的時候我怎麼沒發現 你這張臉 長得倒是挺不錯 秦墨井已經是個窮光蛋了 不如 你跟著我 你也嘿 收起你的狗爪子 再敢有不該有的心思 我罷了你這張狗屁 你 木槿 一個被掃地說明的廢物也敢說著我 我早晚要弄死你 想知道你父母當年的死因吧 是誰 我是誰不重要 想知道的案 就一個人到路發給我停止 你 秦墨井 我就知道 這個該死的畜生一定會來 沒想到吧 有朝一日 你居然還能落在我的手裡 当年 那我你是谁杀了我父 看见了吗 就是你老婆江初画的亲生父亲江国焘 是他 活生生撞死了你那对短命的爹妈 杀我父 确实是江国焘 但真正的幕后主使 是秦志愿的 你小子查得倒是够多呀 果然不能够再留你 我父生前最敬重的就是他这位大哥 哪知道啊 他这位大哥为了区区一个秦氏集团 居然做出如此丧尽天良之事 秦氏集团本来就是我和我父亲的 是你那个爹从一中说什么 居然让所有的伙伴都偏向他 他该死 我真正害死你父亲的人 应该是你秦莫秦才对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这个将死之人 我告诉你 我从小就患有疾病 怪只能怪你与我基因太过相似 最适合替我去施耀 可是你那死鬼爹妈补兔 非要拉着你跑跑 不然你不会死得那么惨 秦莫瑾 我一直都想问你 亲眼看着自己的爹妈死在眼前 是不是很痛苦啊 你给我闭嘴 给我上 弄死秦莫瑾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 秦莫瑾的大早上跑哪儿去了 起来也不见人 电话都打不通 糟了 他是不是出事了 喂喂呀 你马上去给我查秦莫瑾今天的行踪 快去 没事吧 没事 这种话我听你知道 又来一个送死的 去 我抓住江出画你赶 莫瑾啊 你不是很在意江出画吗 今天我就要让你看到你最心爱的女人 为我活活玩死 杀 这怎么可能 刚才是你说要杀荣荣 啊 不要找我 我知道错了 杀你 只会脏了我的手 我要让你下半辈子 忽于生 看自卷孙 我 我为了杀 好疼 你 杀 我为了杀 嗯 你 你 我为了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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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不是一致住了吗 欣慕姐你炸我 我是真的欣慕她 所以你不能说还欣慕 哪有你这样的 吵架没你的事 哥 这是我不花钱能看的 忙着呢 我去打个电话 清哥 那个是嫂子的手机吧 有话快说 清哥 秦志远和江国涛的犯罪证据 已经收集的差不多了 咱们很快就可以制裁他们 做了十五年的梦 也该想 清哥 你这个意图有一件事真的高 如果不是你故意被他们赶住公司 引诱他们报送情绪的话 秦牧那个废话 他也不可能上 秦牧姐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故意被赶住公司 出话 听我讲 戏眼挺好啊你 亏我最近这么关心你 你看着我安慰你陪你散心 特别火包刷我特别有意思是吧 出话我没有想过 嫂子 听我脚边边你听我解释 云哥他不是故意要隐瞒你呢 他只是想让秦家父子针对你 那我还谢谢他的呗 这么替我着想 哎哎 好 呢 不知道还病着 难道什么 嫂子 在你加入秦家之前 秦家父子没少派人暗杀 警哥 景哥他是 是私里逃生活过来的 嫂子 景哥他真的只是不想让你一夜经历这些 这也是你的真实相反吗 初华 陈墨景 你知道 我生气的不光是你隐瞒我 我更在意的是你一个人 你冒着生命危险去欠家 你都不肯告诉我一下 你知道这种不配信任的感觉 你明白吗 初华 景哥嫂子你们先聊 本来的小夫妻 就连吵个架都得骗着罚女口 是不是太没有人性了 初华 以后这种错误我绝对不会再犯 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那你要是不故意撒谎骗我 我能生气吗 初华 醒来的时候不是好好的吗 怎么卖上现在这么烂 初华 我是真的还怕你不理我 看在你道歉这么诚恳的分上 我就勉为其难的原谅你吧 我本来也想要有个秘密告诉你 但是本小姐现在心情 不想说 跟 我有关的秘密 别想讨我的话 怎么样伤口还痛不痛 有你在 老头 什么时候 这么会说甜蜜的话了 不是甜蜜蜜蜜 是真的 只要你在我身边 就会自动忽略所有的疼痛 这大概是上天唯一给我的恩赐了 庆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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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见这两个贱人 怎么前奖我过 小木 冷静点 爸 你让我怎么冷静 庆祝华那个贱人给我下药 我现在已经是个太监了 爸 我们庆家要断子绝孙了 你帮我剩下办法 你帮我找到神医 如果秦少不建议 我可以帮秦少这样 就凭你 你配跟我治病吗 滚 那秦少是准备当一辈子太监 你信不信我 闭嘴 江小姐 我凭什么相信你 就凭我是神医的徒弟 更何况 我们还有共同的敌人 江小姐 是我特意请来为您调理身体的 一个亲手毒杀自己母亲的人 我秦家恐怕无福消受 金少 那件事情我已经澄清过了 我是顺人胁迫的 叶晴明不要把之前的恩怨带到现在 既然是恩怨 那为什么不能提呀 是心虚了吗 江小姐可是我请来的 还轮不到你们说话 算了 神医已经亲自为我开过药了 不劳算外人了 秦老夫人 其实呢 我就是神医派过来天生照料您的呀 神医 对啊 我就是神医的徒弟 江小姐 可是神医真正的徒 可不像某些 冒胎 我怎么不知道自己多了个徒弟的 我倒想看看 这秦墨和江初月红尼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 哦 奶奶 我先扶您回黄金休息 待会 那请江小姐 好好问您去查查查查查查啊 我是做错什么了吗 您突然赶我走 这里是秦家 我想赶谁就赶谁 墨景 你马上跟他离婚 奶奶 我不可能跟初华离婚的 混账 你真是反了天了 连我的话都敢不听 秦墨景 奶奶让你跟江初华离婚 你不听 就是不孝顺 你是想活活气死奶奶 江初华 秦老太太现在正在调理身体 不义动 我劝你啊 还是尽早离开吧 给我闭上嘴 你是个什么东西 也敢殉教我妻子 秦墨景 江小姐是我请来的客人 你不许对他无力 你马上跟江初华离婚 把他赶出去 否则呀 别怪我发点无心 江初华 这只是一个开始 听见了吗 江初华 我们秦家不欢迎你 你还是赶紧滚吧 朱华 您师傅 老公 我觉得奶奶状态不太对劲 像是被催眠了 催眠 早就知道秦墨不合安分 没想到敢对奶奶下手 如此一来 先把江初也抓起来 不行 催眠需要媒介的 我们需要先找到真正的媒介 才能解除催眠 否则奶奶 我有生命危险 大少爷 二少奶奶吩咐我们 去老夫人房间查找一下 新的可疑物品 我知道了 你先出去 江小姐 江初华那个小亲人 好像察觉到不对劲了 他也会医术 万一他发现奶奶被催眠 怎么办 秦少放心 我学医数年 而江初华 只不跟山野村府学了点皮麻而已 就算他能察觉不对劲 也打破不了我的催眠术 那江小姐 什么时候 能治好我的隐吉 秦少放心 我是神医的徒弟 这点小病 还是很容易的 一个废人也敢命令我 跟我收拾江初华 你誓死是活 跟我有什么关系 奶奶 从早上没吃东西 我好一点 来你先喝点 不喝 出来 奶奶 我好疼的奶奶 你看 哎 奶奶 放开谁让你 奶奶 你还记得我是谁吗 你 是出话 对 我是出话 奶奶 您从昨天到现在 有没有吃过 或者是碰过什么 陌生的东西 香包 香包 好奇怪的味道 这想把问题 张冯啊 谁准你进奶奶过室啊 你怎么还在这里 我不是让你滚吗 奶奶 那你先休息 说话明天再来看你 说话明天再来看你 张冯啊 谁准你进奶奶过室啊 老公 怎么样 我找到你一下 就是奶奶准备关心 辛苦你了 我立刻让人把香包处理掉 不行 光处理掉香包还不够 我还得给奶奶示针 但奶奶现在一直都不让我靠近 那琴姆和姜税也一直在旁边监视 我 他们现在正处于警惕状态 要调走朋友们全身住 不过你放心 我二生二老夫人 老夫人渡血了 什么 奶奶 江说话你这个小贱人 居然敢给奶奶下毒 不是你胡言乱言说下什么呢 我怎么可能给奶奶下毒呀 还装呢 江小姐和周医生都已经见过 你送来的补汤里还有剧毒 不是你下的还会有谁 汤看来又是秦母和姜税也搞出来 他陷害我的姐姐 就算请老夫人逼着你和锦绍离婚 你也不该用下毒的手段来报复吧 我从未给老夫人下毒 我要亲自把他给你 你做梦 你以为我还会给你这个杀人凶手 靠近奶奶的机会吗 来人给我把江叔话抓起来 我看谁敢 金莫锦 放肆 你为什么维护 这个毒害奶奶的凶手 难不成你们是同盟 你们这么着急给初华定罪 莫不是怕他把脉出的结果 阴谋败露我吗 奶奶奶奶 秦先生 现在老夫人身中剧毒我救不了 还请你赶紧处置这个下毒的凶手 和好联系神医 我说话给我关到地下室去 谁敢造策 江叔月 你声称自己是神医的弟子 却连奶奶的毒都解不了 还要请神医吗 你一个下毒的凶手 有什么资格指负 指责 你救不了奶奶 是你自己没本事 你自己废物 是你的弟子 你也配 起开 你干什么 秦莫婷 你干什么 谁敢拦着初华 不介意亲手送的一程 江初华 都到了这个地步了 你何必再装模作样 那可是我亲手下的毒 你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 又怎么会解 这怎么可能 凭你那点一说 还不配在我面前搬门弄住 双花招 你这是怎么了 老夫人的毒解了 不要慌 就算毒素解了 老夫人身上还有我下的催眠术 老夫人 您这位醒了 刚刚我姐姐她给您下毒 差点害了您性命啊 你说 我说 说话她给我下毒 是啊 我和沐少都能 混账东西 我是老了 但是我并不糊涂啊 明明是你 想控制我 我还以为 你是神医的徒弟 没想到 你是个骗子 懒人 把这个心疏不正的女人 给我拉下去 你们 哎 哎 糟了 奶奶身上的催眠术解除了 秦莫 你给我跪下 奶奶 混账东西 你连我都想酸鸡 奶奶 我知道错了 我只是一时糊涂 请求您原谅我好不好奶奶 你别混账东西 妈 想过年年想过不同事 我以后我一定好好的教育他 妈 这次你就找了他吧 毕竟 他是您的亲孙子 初华 初华 这次 多亏了你在奶奶身边 奶奶 这是我应该做的 奶奶 秦莫果同江淑月陷害你 嫁后给我的妻子 此事无论如何 得有一个交代啊 算了 这事情都过去了 就别再追究了 秦奶奶对秦莫是不是太做梦了 这么大的事都能松口 奶奶 秦莫不光差点害死您 还起诉陷害您嫁回于我 就算您不追究 我也不会反过他 姜初华 你这个落井下石的小借人 住嘴 这里哪有你说好的份 初华 奶奶知道是秦莫对不起你 可是 他是奶奶的亲孙子呀 你就看在奶奶的份上 饶得一次吧 该死 没想到江淑月也是个贱人 就是跟家冒神医徒弟骗我 他吓得多 轻而易举就被江淑月花结了 爸 我们该怎么办 小木 如果要扳倒 我请莫及 只能让你牺牲啊 什么 喂 去把老太太喊过来 就说 小木兵了 奶奶 您叫我来 什么事啊 哦 墨井 这是我特意给你熬的骨汤 趁热喝了吧 奶奶叫我过来 就是为了喝汤 墨井 对不起 奶奶 你给我想 为什么呀 今早小木突发急症 只有你适合替他试药 他可是我的亲孙子啊 我不能不管呢 墨井 就算为了奶奶 你牺牲一下 奶奶 他是你亲孙子 我就不是你孙子 为什么我和姬母之间 你永远都抛弃我 为什么呀 就算为了奶奶 你就牺牲一下吧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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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我来这干嘛 不怕 你那么维护情莫情 你没见了 你连你跟我都不如对你 什么意思 你自己看看 里面的人是谁 开灯 孙小公 孙小公 罢了他 我都杀了你 啊 我把话说完 讲出话 你既然是学医的 应该见过不少 在实验台上 用于被实验的动物啊 绝望的 躺在病床上 麻药 尊荣宰药 可是没盘子 谁叫他们都是畜生啊 而秦莫静 秦莫静 曾经 也是那些畜生里的艺人啊 没能省到高不可摊的 锦绍 私底下也会有这么狼狈的一面 真可怜呐 锦绍这张脸 倒是不错 隐神也带近 就是不知道 待会儿玩起来 是不是也这么有意思啊 秦莫静啊 你不是自诩高高在上吗 我今天偏要在这个肮脏的地方里 把你踩在脚下 毕竟 你 建筑 就应该被踩在泥潭里 秦莫 我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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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告诉秦莫 我有这么不堪的一面 祝我 求求你 不要嫌弃我 但你现在不知道 秦莫静的过去 有多恶心 他就是欠重 好幸福啊 高闭嘴 你个畜生 怎么敢 怎么敢这么对的 听我把话说完 讲这话 听说过 超义症 记住治不好的病 患者会被迫记住所经历的一切 每一个画面 听到的每一个声音 都会清清楚楚的记得几十年 说我记得 明明没有毒发 难道只是做噩梦 老公 老公你吐血了老公 好了的 什么 你说 啊 你见着 这些年 被我 有事要寻觅 每一种药都会让人毒 不够 你们见过 他在实现室里的样子 想要狗言三尊也都不可笑 你出了实验室 你会不受控制的每分每秒 回忆自己被实验的每一个片段 我当时就是随口一提 没想到你竟然接到了现在 对我来说 遗忘才是最难 你竟然这么想知道墨金的感受 那我就让你亲自感受一下 因为无法遗忘 疼痛便更加苦苦 那些日复一日的疼痛 你一个人是怎么听过来的 是我的是我的 我梦里变动 你受伤了 你知道我不想看到你厌恶贤气的人生 这世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废弃我 我都可以不在意而围堵你 不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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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不许 我已经受伤了 啊 我已经知道我回去有什么事了 我已经 受伤了我 你是不是觉得 我連粗生都不舒服 我連粗生都不舒服 我從來都沒有這麼做 做的不是你 做的明明是那些傷害你的人 我只是後悔 我只是後悔 我後悔 沒有早點遇見你 金默金 我有沒有對你說過 我愛你 再說一遍 我說 金默金 我愛你 是真的 老公老公 阿姨 他沒有有機會 老公 老公 他你們 他不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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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藥給我解藥 就你也想給情就沒解藥 用的 跟像垃圾一樣被扔掉 解藥解藥 不是 爸 丑壞你在幹什麼 奶奶我倒是想問問你 這麼多年 你是怎麼忍心 讓親家父子白白扯不起墨鏡的 你知不知道 請墨鏡的父母就是被他們跟孩子啊 我 我 奶奶 還您都知道啊 您既然知道 你是怎麼忍心 怎麼忍心讓親墨鏡難免給親墨是毒的 他也是您的孫子啊奶奶 我陪 親墨鏡算個什麼東西啊 根本就不是我們親家的血脈 他爹 就是個從外面包來的野種 你說什麼 我告訴你 親墨鏡 你爹 就是個從外面包來的野種 你是他兒子 所以你也是個野種 你給我 你給我閉嘴 他說的都是真的 啊 啊 好 所以啊 我父母被秦志願害死 你放送什麼都不 所以秦墨鏡是要你毫不猶豫把我推住 在我和秦墨之間 你永遠放棄的是我 都清楚 原來 我父子不是秦家血脈 無所謂對吧 死就死了 我情人不是這樣的 你知道我對不起你們家 也難怪 我的前半生 居然過得如此荒唐可惜哦 我情不是這樣的 你閉嘴 養育 奶奶你說這句話不覺得虧心嗎奶奶 秦家對秦墨鏡的養育就是縱容凶手殺死他父母 他輪為實驗工具數多年 多次讓他性命蠢微嗎奶奶 你 你 秦家對秦墨鏡沒有養育 只有我下 你怎麼這樣為我說話 您這麼惱羞成都是因為心虛了嗎 我夫人 秦墨鏡深重剧毒 我不過兩個月 他得到神醫唯一一個機會之後 就把這個看見機會讓給了你啊奶奶 奶奶 若是神醫沒有提墨鏡的養 他就會死的 他 他給你的不光光是一個看著名額 他幾乎是他最後求生的機會啊奶奶 我一心把你當成最敬重的人 可你呢 雅各就背不上他的真心 我情 你呢 這可能 也是我最後一次叫你奶奶 情假的養育者 我 今天 今天 咱們再也不見了 我哥我哥 我哥 我哥 我帶你來 我們去一個乾淨的地方 我們去一個乾淨的地方 去 我 幾乎 你 他遭遇了人的很痛苦 他激烈的痛苦太多了 我想加上他疼 我希望他最后一生 都不会再痛 老大 你应该遇到了你 可真的算是苦尽该来了 我真心的希望你们两个能过 长久都走下去 不行 你 他管你醒了 有哪不舒服的吗 珠华 什么 知道就好 以后要再这么下 我真不理你了 不会了 清莫静 你的命是我将出化救的 跟起家 跟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的瓜哥 以后你的命 是我的聽到了嗎 聽到了 自父母過世以後 肌力只有痛苦和黑暗 他自從有了意願 記憶力別有了壞事 那些痛苦 不重要 爸 自從秦莫錦走後 奶奶一直念叨著對不起他 要把他找回來 這要下去對我們很不利啊 我知道 只是現在秦莫錦 將出話 都沒有住在秦家 我好對付啊 江淑月 小賤人上次居然敢假冒 神醫徒弟來騙我 咱還有臨打電話來 秦少 我有個辦法能離境江出話和秦莫錦 什麼 我發現江出話或許就是神醫 但秦莫錦並不知道這一點 他們夫妻感情現在這麼好 萬一秦莫錦知道 江出話一直都對他有所隱瞞 結果會如何 秦老夫人 莫錦 你現在連去奶奶都不願意叫我了嗎 你有事 莫錦 奶奶知道是我對不起你們一家三口 我真的知道錯了 我只求你見我一面 讓奶奶當面給你道個歉 好嗎 莫錦 奶奶就是希望你跟出話能有個孩子 幸福平安的度過餘生 幸福平安的度過餘生 莫錦啊 奶奶最大的心願 就是希望你以後啊順遂 平安 老公 如果你想去 就去見一面吧 我往中中 也做好有個句號 我陪著你的 離職 爸 奶奶準備出門去見秦莫錦那個抽象 怎麼認不清呢 那就別怪我很多了 去教授約的東西拿過來 去見他 秦莫夫人我們來了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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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種這麼深的毒 況且這是我之前研製出 外出出去的一種 奶奶 江出話 你好大的把 越然敢約奶奶出來謀害他 看又是你們搞的鬼 秦莫 你三番兩次利用奶奶陷害我 同樣的招數你玩不膩嗎 什麼事啊 莫錦 奶奶 奶奶一心想找你道歉求和 可是江出話 他容不下奶奶 他居然給奶奶下毒 說話絕對不可能毒害奶奶 你為什麼這麼相信啊 目前 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難道他就沒有隱瞞你的地方嗎 秦志遠的話 為什麼這麼奇怪 行了 挑撥離間的手段 就不要再用啊 我和初華的關係 絕對不是你能輕易挑撥的 信不信隨你 反正江出話今天謀害奶奶 我是一定要殺了他的 來人 誰敢放肆 你既然一口斷定 是我毒害的奶奶 那為什麼不能讓我先把奶奶救醒了 再論斷呢 救醒奶奶 江出話 奶奶中的毒可是神醫親手配置的 拿什麼救 你怎麼知道奶奶中的是什麼樣 是你下的手嗎 到了 秦牧師早就知道我神醫的身份 所以故意用神醫的毒要毒害奶奶 如果救不了奶奶 就要背下殺人罪名 如果要救奶奶 就會暴露神醫身份 她是想理解我和秦莫警 別管我是怎麼知道 江出話 你倒是說說呀 你憑什麼救得了奶奶 神明冠天我不能見字不救 只能事後跟秦莫警解釋了 憑什麼 憑我就是神醫 你說話 你剛才說什麼 老公 我一定會給你一個解釋 先等我一下 恩 你真是神醫啊 我只要是參與 但老公我不是故意隐瞒你的 其實我那天晚上車上那個女人是你不是 是你 這段時間我無數次的詢問你 你給我的答案都是否定 你跟我說句實話就那麼難嗎 老公我真的不是故意隐瞒你的 我現在真的分不清你嘴裡到底有沒有實話 你說你會愛我 我陪我一輩子也是假的嗎 好了 我不想聽了 總說話 既然讓你待在我身邊讓你如此為難 每天只能靠謊言度日呢 大可不必如此勉強 行不行老公 你身體剛好喝這麼多酒你不要命了 靜哥 證據我們已經收集權了 江國濤和秦家父子已經被送進去了 老夫人那邊對他們徹底示茫決定不再管他們了 靜哥恭喜你啊 大廚就報了呀 啊 若 你有 他自始至終 新世紀 靜哥 我知道嫂子一直對你隱瞞身份也很難過 那 但是你換個想一下呀 當初嫂子在車上算盡的時候 你一直念到說都堕了他胃狗 他肯定會害怕人 是不是 不會 外界 外界一直都傳我的事實話 秦莫教 你能不能清醒一點 如果你真的有那麼多問題 你為什麼不去當面質問江柱華啊 一個人在這自愛自願的喝酒有什麼意思 我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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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期問出的答案就是我能要的 怎么可能 嫂子一定是真心喜欢你的 景哥 嫂子一直不让我跟你说 但我有觉得 你有权利知道 你真的以为 琴木给你下的毒 是那么好解的吗 那几个 是嫂子一点一点 试出来的 她是我们前脉上 心里的她 她是有时候 不比你发病的时候少多少 如果不是真心喜欢她 为什么要为了你豁出性命呢 琴木姐你好好想一想 清醒一点 您好 您播教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盖斯的秦莫景 虽然我也就算现在电话都不接 连个解释的经理 说话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见面谈一谈 我等你过来 秦莫景 你是说了约我们在家见面的吗 你还真是好骗哪 一条短信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好 您播叫的用戶暫時無法接通 請您稍後再播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e 馬上就給我查出來的那個線好好 原來是你 怎麼沒想到是我吧 是沒想到江家倒台了還留了你這麼久 閉嘴 要不是你搶走了花青集團 毀了江家名聲 我怎麼會落到今天這個地步 江春花 是你毀了我 您江家果然都是同性 哈 你就只能再嘴硬幾句了 我看你還能得意到什麼時候 來人哪 給我上 今天這個女人就送給你們玩了 你們隨便玩 玩死 給我上 怎麼會這樣 我早就知道你去神醫 我會沒有防備嗎 啊 我在他們進門之前 就給他們每個人都吃了必毒藥 江春花 你今天必須死在這兒 給我上 沒想到 你看什麼呢 啊 水波 水波 你不阿 你不咬嘴 你不咬嘴 我 你不咬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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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初晃 初晃 你怎么样 你有点不舒服 说话 是我的错 我不会跟你吵架 否则 你也不会被姜叔月算计 对不起 老公 我不怪你了 你之前的那些质疑我都能理解 其实我早就想跟你坦白我的身份了 但好几次都被人被迫打断 我 我真的没有故意要遗瞒你 我明白 我都明白 在你婚你的时候 我想了很多 是我太没有安全感了 所以 我们的关系 才会轻易把人挑拨出话 我 不是的 亲母亲 关于我爱你的这件事情 你可以无数字的反复向我提问 我都会只给你一个单 那就是我爱你 至于其他的 都不重要了 我还想起来一件事很很重要 什么呀 老公 嗯 你别生气啊 我不生气你说 这 就是这些我装傻子的时候 我还想起来一件事 我怕你對我圖摸不軌 這都給你 炸了一隻 你好像 現在還不太行 講出話 好疼啊